见到的东西和思维的想象被迷惑 眼睛看见的东西以为是真的 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如果你认为身体是真的 死了还有吗 父母是真的 过世了还有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思惑就是思想上的迷惑 也是人的一大障碍 先给大家讲讲见思惑与生活的联系 如果在生活中怀疑人家 你就是见思惑 师父还说 这也是我们最一生的迷惑 你见到的东西 你想象要得的东西 都是让你迷惑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与大家分享 我儿子顺利考上他心仪的学校 成为一名研究生 儿子读高中时正逢青春叛逆期 不肯读书 最终只考了大专 大专期间又独独挺挺 最终还未毕业又辍学回家 面对这一切 我除了心痛却无能为力 这时 唐姐给我分享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才知道因果轮回 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前世造的因 才有今世的果 如要今世好 学佛才是道 从那时起 我开始学佛念经 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即许愿念经放生 慢慢地儿子有了起色 开始有所改变 直至三年前 菩萨慈悲加持指点 儿子信心百倍跟我们说 他要把之前荒废的学业自学完成 我也给予了鼓励和支持 不间断地给他念心经 准提神咒 解节咒 同时在佛台前许愿 给儿子放生一千二百条鱼 并帮助儿子为他的药精者许愿 一波六十九章经文组合小房子 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 加持保佑儿子 心想事成 事后现身说法去分享 去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 经过儿子不断地努力刻苦学习 就在去年 儿子已顺利通过本科学历 并报名了他心仪大学的研究生 就在2022年12月24 25两天参加研究生考试 于是从儿子报名后 我就一直帮助他助念 并再次为他的药精者 许愿一波小房子 及一定数量的放生 在考试的两天内 根据恩师有关考试开始方法 在加佛台前 为儿子念经 趁在考试成绩未出来之前 每天给儿子念诵108遍准题神咒 直到今年5月份 收到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终于心想事成 9月10日 儿子又将启程回归学校 重新开启人生的旅程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念诵七遍大悲咒 肚子竟然不疼了 我来分享一件 刚刚发生在我身上发喜的事情 前几天上午11点多 我念完一张小房子 准备帮儿子做功课 这时我就拿起手机 发了几条法布诗 刚发完两分钟 肚子和胃疼得我要命 我以为是拉肚子 因为前几天拉肚子 一直在吃药 就跑到厕所 但没有结果 我随后就出来坐在沙发上 还是疼得要命 当时坐在沙发上 做都不能做 我就躺下来 求菩萨慈悲原谅 因我不能坐着 也不能站着上心香 只能躺着 双手合十上心香 我开始念大悲咒 求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 慈悲保佑我的肚子和胃 不要疼了 念了七遍大悲咒的时候 肚子竟然不疼了 然后我就坐起来了 接着念了八遍大悲咒 到现在一点都不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 感恩伟大的师父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师父 和师兄分享 我昨天腰痛今天好转了 我每次越是快好 腰痛的只能躺床上 有时候还得吃止痛药 昨天腰痛的我走不了路 只能躺着 昨天刚好 初十五大日子 可以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我念七遍礼佛大忏悔文 求菩萨消除我腰部疼痛的业障 念完之后 我开始泡脚 一边泡一边念大悲咒 泡完之后 腰舒服了很多 疼痛缓解了很多 平时这么痛 我只能躺着 贴膏药都没用 睡觉还得用电热包 敷在腰上 一整夜缓解疼痛 到了第二天 腰好了很多 也不怎么痛了 明显舒服了很多 自从学佛知音懂果 我深知自己的业障重 菩萨妈妈真的太慈悲了 让我少受疼痛的罪 感恩菩萨妈妈 有求必应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 感恩师父慈悲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降到人间 在末法时期 能够遇到心灵法门 我真是太有福气了 我一定正信正念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希望我的分享 能够度到更多有缘人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灵艳的小房子 我今年59岁 这段时间还是周身不舒服 早上烧小房子五张 到十点左右 我左侧牙剧烈疼痛 无法念经 自己针灸 但还是痛 烧小房子十张 正常吃饭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精彩问答开示 中秋佳节应如何度过 举办中秋活动 能否挂灯笼做装饰 摘自2018年9月21日 悬疑问答节目 还有就是同修想问 观音堂如果举办中秋速食节活动 能不能在视频区挂一些灯笼 做装饰 就是不去点这个灯笼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不要不要去不要去点就可以了 做装饰不点可以的 做装饰的话 也是圆圆满满的呀 红红通通呀 很开心的呀 中秋节能否望月 问 有句俗语 男不记星 女不望月 请问这句话如理吗 中秋节不能望月吗 答 月亮属阴 女人望月是阴上加阴 天上很多星星代表神仙 季星有可能会出现偏差 所以最好不要暴露给天地鬼神知道太多 这跟过生日不要吹蜡烛类似道理 中秋月圆之日望月没太大问题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为什么说在人间最易修行 因为在天上享福 时间过得很快 天上一天地下一年 所以天上的人都是万岁万万岁 享福的时候 修行就学不尽 太好的日子是不能让人精进修心的 所以很多人在吃苦的时候 才会想到应该修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